我们今天玩的这款游戏名字叫Vertigo 如果说我昨天介绍的Boneworks 有很多致敬经典射击游戏半条命的元素 那么今天咱们玩的这款Vertigo 就可以说是半条命初代在VR平台的精神续作 说到半条命 这款游戏对于欧美玩家来说实在是太经典了 它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一个是非常玄乎的科幻故事 还有一个就是物理引擎的使用 而这两点其实都超级适合VR游戏 我想这也是许多开发者喜欢并借鉴半条命的原因之一 在游戏中你将扮演一个满脸懵逼的穿越到一个神秘基地的地球人 而你的任务只有一个 逃离这个基地 然后找到回家的路 在游戏中你将面对基地的机器人守卫 还有各种神秘的外形生物 这完全是半条命初代的剧情吗 同时你还可以获得各种奇怪的道具和武器 比如这个可以进行瞬移的设备 这点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知道在VR游戏中 瞬移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移动方式 而本作则通过一个装备 给了瞬移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点也特别的半条命 在画面上 本作采用了半写实的卡通风格 我想其目的也是为了玩家不要过于紧张 不过说实话 本作的操作还是很硬核的 比如第一关的这个BOSS 真的是很难打 你一方面需要用光剑来打它的触手 另一方面还需要把它发射的能量色反弹回去 打到后面我的胳膊都是酸酸的了 所以整体来说呢 本作是一款画风可爱 但操作硬核的动作冒险游戏 如果你是半条命的老玩家 同时又非常喜欢玩动作冒险游戏的话 那么不妨试试Vertical这款游戏 我相信你在玩的时候一定会发出会心的一笑